看到台股盘面绿道发光 投资人肯定又要Monday Blue 受到美股周五全面收黑 加上周六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导致中东局势险峻 家群指数以20586点开出 盘中重挫超过200点 最低来到20465点 灌破时日线 周末期间呢 这个确实伊朗也攻击了以色列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攻击没有持续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下跌的幅度 并不是很大 过往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通常地缘政治风险提高的时候 对股市的影响都短暂 中长期来讲的话 股市还是反映经济基本面 尽管专家认为中东战争影响短暂 但连周四要开法术会的 护国神山台积电 也一度大跌15元 苦手800块 连发科跌半根最低1110元 红海最低147元 大力光也跌超过两个百分点 电子族群一片惨略 好在军工 电线电缆 重电等政策股序标 撑住盘面 市场对于台积电法说的这个看法 都是比较正面乐观的一个态度 所以今天指数压低下来的时候 其实也看到 这个逢地买盘成绩的意愿蛮强的 元月的时候 台积电是估今年的营收成长 大概两成 如果有比两成还要来得高 我认为就只有符合市场的期待 再来的话 就是资本支出的部分 有没有机会再调高 台股开春以来 大涨2200多点 全靠台积电领军 因此第一季 法说会至关重要 专家分析 台积电业绩 由于预期 只要美股没出披露 520行情再点火 台股有机会 多头续航 明镜专业 陈盛翰 台北报道 因为時要红射 看好像 专家 鹏 专家